就正如在画面看到的这样 我手上这里有一个点 那这个点的座标就可以给我移的 那我随便移一个我觉得比较舒适的位置 随意的,随意一个位置我们有一个点 那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想找 如果有一条线通过这个点 那那条线的方程是什么呢? 那我还留下了一个资讯的 我上次不是说过,如果我们要定义 任意一条定义的直线的话呢 那我们需要两个资讯的 那这次呢,我就说了 我们已经定义了一个点 那只有这个资讯是未够的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折点 另外一个可以选的就是邪律 又或者另外一个点也可以的 那这次呢,我们尝试用邪律 那这次想用的就是一个点 和它的邪律 那就是英文我们所说的Point Slope Form 那现在我们手上有一个点 它是未有邪律的 那有完之后呢 我选一个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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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对啦 橫一点 那就是这个 如是者呢 那我们就有一个邪律 就是在这里拉那三个形 那这样我们就定义了这条线 有几斜 而且迫死了它 一定要通过中间的这个点 那我们之前学过邪律呢 这个公式就是M等于Y over X 那然后之前是计 因为我们如果有两点 是这条线任意mark两点的coordinate 那它的左标呢 双减完之后 那就会得出这个邪律的 那那时候呢 就是Y1-Y2 over X1-X2 那由于我们今次呢 随便选一批的coordinate 例如在这里选一批 那我不知道 这一批实际上是怎样的 但是我知道它叫XY 那而 这一批coordinate 呢 扔下去我们 最终得出来的这条线 那它要满足的 那所以呢 那这一批我们就 genomic 很普通地说 这一批叫X和Y 对了 如是者 那我们有这条新的公式 那把它整理一下 Y-Y1 放在一边 那 这个就是邪律 它再乘回这个X-X1 那就是我们手头上有的公式 也就是看到我现在画的这条 那只不过我将Y1 就变成B 那将这个X1 就变成A 那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呢 就是 点斜式的公式 那如果我们 有任意一点 的X-Y coordinate 那任意一点 那它就会有 一个座标的嘛 那这一点呢 的座标呢 我们只要 将X座标 放在这个位置 Y的座标 放在这个位置 那然后 有很多时候 题目 或者 因应个人需求 那它就会指定 这条线 我要几斜 那再将这个单位 放在这个M 那整条线 那整条线 就出来了 那如果我们再整理一下 这条线 的话 Y等于 将这个 Y1 踢过去的话 那我们会有 M乘以这个X 减 M X1 加 Y1 那这条线 是不是我们 上次熟悉过的 这个 Slocked Intercept Form 呢 就是斜子式 因为我们 只要将它 固定 例如 这个 将这条线 固定 还有呢 就是我们上次说过的C 那 而这一块呢 Y等于 MX 没有变 M仍然是斜率 X仍然是那条线 那C呢 就是这一块 那 今次呢 就教了这个 关于点斜式 的直线方程 的样子 就是这样的 那 可以 记住它 我们下次 会 实际计到 某一类 关于直线方程的 应用题的人呢 那有时 经常都会用到的